第六十五集 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呀 说不定他真会一直将我们念进废墟最深处 叶凡与庞博感觉非常不妙 这种成了惊的东西真是不好招惹啊 哎 前方有人影晃动 叶凡露出惊讶的神色 在前方有几道人影快速地在山地中穿行 庞博眺望 是是李林李云韩飞宇他们 看来那几人和我们打的是相同的主意 都想趁这次难得的机会进入废墟深处 大肆搜集一番 就在这一刻 叶凡与庞博相互看了一眼 全都黑黑地笑了起来 两人快速攀了下去 而后风驰点掣向着前方冲去 李林李云韩飞宇等人的目标 是废除深处的古建筑物 他们远比叶凡还有庞博更加了解这片原始废墟 他们知道 今日如此异常 肯定不是因为受王厮杀的原因 多半是废墟深处的古建筑群那里发生了变故 如果可以顺利地深入那个地方 说不定会有难以想象的大纪元 要知道 这片废墟乃是自荒谷时代遗存下来的 有人在向这里接近 居然和我们打同样的主意 李云露出杀机 待会接住他们 说不定他们已经寻到什么灵物 也说不定 是庞博 还有那个叫叶凡的废物 李林杀气森森 看着快速接近的两人 敢向我们这里靠拢 少死 韩飞宇的脸上 更是充满了仇恨的神色 双目中射出两道很利的光芒 叶凡与庞博的速度很快 不过片刻间就来到了不远处 李林 李云雄 没有想到会遇到你们 缘分呢 叶凡与庞博 一副惊喜交加的样子 满脸的感动之色 好像是重逢了许久未见的亲人一般 快速冲了过来 说不出的高兴与热络 一日不见 入隔三秋 两日不见 就是六年啊 终于再次见面了 叶凡与庞博 大不留心的走到近前 恨不得扑过去抱住几人 来表达喜悦之情 这 顿时让李林与李云几人浑身不自在 快速的升起一身的鸡皮疙瘩 全都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冷颤 李林顿时露出厌恶之色 扫了一眼磅礴 又轻蔑的看了开叶凡 少要套近乎 无论你们做什么都没用 难以改变什么 他站在一块巨石上 俯视着庞博与叶凡 露出狠利的神色 说你们真是胆大包天 就不怕腰折在这片森林中吗 匪墟深处不是废物可以随便来的 李云的神色也冰寒无比 盯着叶凡与庞博冷笑连连 他在考虑是否立刻出手 唯一担心的是怕吴清风长老 在庞博身上留下过印记 到时候可以追查到发生了什么 尽管他们这样羞辱两人 且露出了三森杀机 但是叶凡与庞博 却像是没事的人一般 完全的自来熟 加入到了几人间 更过分的是 两人一起拉住韩飞宇的手 连连说道 韩飞宇 你真是好人啊 你们是不是采摘到了什么灵药 身体怎么充满了 风雨芬芳的味道 林林杀机毕露 嘴角的美人质都在轻轻地颤抖 但刹那间 他又立刻变了颜色 有些不对劲 怎么飘来了一股腥臭味 隆隆隆的 就在这时 几人感觉到大地在震动 回头向后望去 那是一条蛇精 老蛇成精 那是玉角蛇 在场几人全都变色 只见一条生有独角的老蛇 遇风而行 草木结蛇 快速地向这里冲来 浓重的腥臭味 让人欲呕 该死的 是你们两人 黎林 李云 韩飞鱼等人 刹那间想明白了这一切 恨不得将叶凡与庞博 立刻地挫骨扬灰 但是 言下 却不是发怒的时候 几人转身就逃 狼狈无比 韩飞鱼 你们这是好人哪 叶凡与庞博一边逃之夭夭 一边对身后的韩飞鱼等人 这样说道 此时此刻 黎林 李云 韩飞鱼等人 恨不得直接活剥了叶凡与庞博 怎么看怎么觉得 两人的笑容很奸诈 一副浅抽于欠扁的样子 当然 这仅仅是他们的感觉而已 事实上 叶凡与庞博 却自认为笑得相当惨烂 两个人浑身的汗毛孔 都舒张了开来 感觉相当的舒态 庞博 你纯粹是找死 我饶不了你 黎林咒骂 漂亮的脸蛋冰寒无比 带着一脸吓人的杀气 李云也非常的愤怒 这完全是无枉之灾 莫名其妙的被一条蛇精追杀 蓬博 你这是在逼我们 纵然你是仙苗 从此也不死不休 还有那个废物 你等着 我非亲手宰了你不可 呼的一声 五色毒 喷涌而来 像是一片彩衣 照向了众人 黎林与李云当下不敢再开口 快速的向前冲 生怕被蛇毒覆盖 就在这时嗷嗷的一声惨叫传来 他们当中的一人躲避不及 当场化成了湿水 连骨头都变得焦黑 腐蚀的近乎粉碎了 众人心生恐惧 这妖蛇太可怕了吧 随便一口毒物 就将一鸣修饰化成枯骨 让人胆寒 而最让黎林与李云等人愤恨的是 庞博跑得比兔子还要快 在前面连冲呆跳 将他们远远的甩在了后面 完全把他们当成了人肉盾牌垫底 至于他们眼中的废物 叶凡那则更快 冲在最前面 领跑于众人 让这韩飞鱼等人 有一股抓狂的感觉 连一个废物都跑到了他们前面去 让这些资质不凡的弟子 清合一看 恼怒的同时 暗恨自己不已 老蛇是越来越近 头上那只玉角 绽放出胜烈的身亡 划破天空 像是一道闪电一般充滞 这一声 当场将一人力披为两半 鲜红的血水 喷溅在旁边几人的身上 短时让他们亡魂接茂 有一名女修士惊恐大叫 血淋淋的残酷事实 让他们感觉到自身的渺小 在强大蛇妖面前 他们这些刚踏上修炼道路的人 根本不开一击 轰隆隆的 里面震动 玉角蛇眼泛红光碾压过林底 飞快地逼近众人 在恐惧的煎熬中 有人忍不住骂娘 很声说道 大爷的 那个飞舞怎么跑得那么快 已经快没影了 怪死的飞舞 怎么比我们跑得还快 所有人都恨得牙根痒痒 心中极其不平衡 他们眼中的废柴 就跟飞的一般 踏着草尖前行 简直快飘起来了 这两个混蛋 能找到机会 我一定要将他们牵到万管 黎林精致的面孔布满了寒霜 脸上既有愤怒 又有惶恐 但却没有任何办法 这几人虽然修为不凡 但远不能与蛇妖抗衡 至于黎林与李云 虽然资质出众 但刚加入灵虚洞天三年而已 虽然修为进展神速 但终究还没有修出神红 不能够欲空而行 也只能在地面上奔跑 他们的修为 虽然比叶凡与庞博强大很多 但是却远不能与浮食过圣果的两人相比 叶凡与庞博完成了脱胎换骨般的蜕变 体质远不是一般的修饰可以比拟的 因此将几人远远的甩在了后面 黎林与李云等人自然知道 玉角蛇最愤恨的人是叶凡与庞博 肯定是他们将蛇洞旁的灵药踩走了 才导致蛇妖追杀 这几个人的不断的变换方向 不想与叶凡还有庞博同路 想要摆脱老蛇 然而让几人抓狂的是 叶凡与庞博如狗皮膏药一般 彻底赖上他们了 速度极快 嗖嗖嗖几声便绕了回来 继续在他们前面领跑 几人的肺都快气炸了 就连黎林也不顾自己的美女形象 放下严密破口大骂 说是姓庞的还有那个废物 我黎林记住你们了 被玉角蛇疯狂追念 生死难了 现在又被黎林等人反复大骂废物 纵然是倪人也有三分活性 叶凡的也破口大骂 你大意的姓黎的我也记住你了 不过不是对你感兴趣 跟个搓一板似的 庞博也回头火上浇油 姓黎的搓一板 你有时间咒骂我们 不如攒力量对付后面的蛇妖 气死我了 黎林气得浑身颤抖 但是却不得不拼命飞奔 不敢太过的分散心神 人间帕子 亦子 还能写进不散吧 那其实您还能写成的 但是就鹰厂废的